澳洲墨尔本星期五下午传来血腥杀人事件 一名K人男子先是在市中心驾车冲撞行人 随后下车引火烧车引起民众围观 这名男子成功吸引众人目光之后 接着拿着一把刀冲进人群见人就统 墨尔本警方很快采取行动 不过凶徒并不畏惧 持刀猛冲向警员现场气氛紧张 警员无可奈何只好开枪制服他 路透社报道 凶徒一共刺伤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当场毕命 至于中枪的凶徒也在入院半个小时后伤重不治 在这段階段 询问是在继续 我们在继续开心 还有新闻 iced 当时造成6个人死亡 36个人受伤 一年之后又再发生随机杀人事件 无疑是再度挑动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